塑云塔 看着没多高 要就在这儿拍吧 在这里如果日落的话 估计一会儿八层都是被楼挡住的 Hello 这是我第一次自拍型的Vlog 因为新机器到了嘛 FX30 也不知道拍什么 就决定去附近的公园 拍一场日落 我昨天本来带着ZV1-10过去来这儿 结果那个山太难爬了 爬到山顶之后太阳都下山了 现在刚从家出来 要大概走那么两公里 到附近的一个公园 叫雪珠镜公园 一会儿见 现在拍摄的镜头是 原厂的这只11毫米F1.8 模式是选了一个直接套的LUT S-Log3 i-Sinnington 刚在家试了一下 觉得好像就直接是 还原之后的效果 就出了 反正是Vlog嘛 我回去就懒得调了 感觉效果还可以 来到了夏雪村里边 我一直觉得这个村子 是我见过的城中村里头 最干净的一个 雪珠镜公园 看到那边那个塔了嘛 打算去那个上面拍日落 换了18105 在这边的城市里面 平时都是工作日 回家吃完饭 来这个公园散步 每次都感觉没什么人 在第一次周末白天来 才发现这里竟然是一个露营圣地 应该就是去那个上面的高的塔了 看着没多高 还要再上一块 素云塔 一会儿就在这儿拍吧 但是这个角度没有我想象的好 因为我在下面不知道 在这里如果日落的话 估计一会儿八成都是被楼挡住的 没事就拍个楼顶的日落吧 用的SNQ模式 调了一个一秒指拍一针的 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 不用在去软件里 把一堆照片变成严实 拍完了 我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然后我回去在电脑上看一下吧 正当我为刚才可能没有拍到很好看的夕阳 而感到遗憾时 在山下的水边 却偶然发现了这样一幅美景 中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